岛内相关人力资源机构表示 为解决缺工问题 针对释出的职缺 资方平均最高愿意增加9.5%的待遇 台劳动部门也在4号召开了最低工资审议会 但调查显示 如果明年最低工资调涨 44.8%的企业将因此考虑调高产品或服务售价 高达94.6%的设访上班族 担心物价也跟着上涨 在最低工资调涨之后 伴随着可能来的一些连锁反应 包括企业成本上升 物价上涨跟通货膨胀这种压力 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上升 直接就增加了它的人力成本 通货会减少招聘 外包或者是自动化来降低成本 这就会影响就业机会 当物价普遍上涨的时候 会刺激通货膨胀 那如果薪资增长不足以抵消 这个物价上涨的速度 实际购买力可能就会下降 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跟消费者的福祉 那长期来看就会影响到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那长期就会导致这个劳动市场 它的供需失衡